嗨,我是宝可夢,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將來銀行專題,要怎麼樣才能夠把錢匯到存網銀的帳戶裡面呢? 你可能轉帳就要支付10到15元的... 嗨,我是宝可夢,歡迎回到寶可夢卡號,我們今天來聊一下這個,存網銀將來銀行 這個戶頭的問題好了,其實我們國內有三個存網銀的帳戶,一個是樂天,一個是Lightbank,一個是將來 那他們都是已經陸續開行了,所以其實在台灣算是大家都蠻熟悉的品牌了 但問題是,大家還是有個問題喔,就是這個銀行,我沒有它的實體分行,然後只在網路上面看得到 我要怎麼把錢匯進去?其實很多時候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大家其實反而都是一頭霧水,因為很多人就是看不到這個分行,然後我要ATM去存,我也不知道怎麼存 所以後來就會很多人私底下問我這個問題說,啊,那這個錢要怎麼放進去? 那我都會覺得說,啊,你不是就轉帳進去就好了嗎? 可是有些人就覺得,啊,我又沒有看過這個銀行,我也是有點害怕 那雖然說我是聽你的話,就是跟著開戶了,但是我就不會用啊,對不對? 所以我就特別做了一個很basic的節目,來跟大家分享說,如果你有一個銀行的戶頭 不論它是實體的,還是它是數位的,你都可以透過我們接下來講的這四個方法 然後可以把錢就是放到這些戶頭 好,那雖然將來銀行或者是Light Bank,樂天銀行,他們是看不到也摸不著的 他們也沒有實體存折的這種銀行 好,但是大家不用擔心,因為他們有這個,這個中央存保的300萬的存款保證 所以你放了300萬在裡面,將來如果真的出事了,那將來銀行 其實那個中央存保,他們都可以就是為你去做這個代償支付的部分 所以你不用擔心,但是如果你放超過300萬,那多的錢他可能就不會保證了 好,所以大家在每一個銀行帳戶裡面放的錢,請不要超過300萬 好,這是以這個保險的這個給付上限來講 但是真的我們每一個人的每一個戶頭都已經放滿300萬了嗎 那沒有啊,所以大家就是努力存錢這樣子 好,那有幾個小的帳戶,然後把它盡量高利活存好存滿 好,對於你來講,的確是比較容易去取得利息的 好,我也是很鼓勵大家這樣做 好,那回到正題,就是我們要怎麼把錢匯到將來銀行的戶頭 第一個方法,你可以透過他行的ATM來存或者是轉入 其實現在在像小七或者是全家,他們的ATM 這兩個小七跟全家ATM最多的就是中國信托的機台 然後還有台新銀行的機台 他們現在都有提供這個所謂的跨行轉入 就是跨行存款這個服務 所以跨行存款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你現在手上有一碟一萬塊的線潮 你就可以透過跨行存款的服務把錢放到機台裡面去 然後指定放到你的將來銀行戶頭 他錢就會轉進去了 但是呢,他都會收手續費 因為跨行存款這件事情 所有的銀行都沒有在做手續費減免這一塊 那當然有任何的銀行想要提出這樣的優惠 我當然是舉雙手贊成 因為對於消費者來講,當然很好啊 他就是鼓勵別人把錢透過機台存進去嘛 那他要怎麼去認定說這個錢是從機台進來 而不是你隨便轉帳一筆 他就給你做補貼 這就是看他們自己後台怎麼設定 所以你可以透過他行的ATM存進去 或者是轉帳進去 你只要有金融卡 比如說你的金融卡你是華南銀行的 你在裡面有錢 你就可以把這個金融卡放進去ATM裡面 然後輸入將來銀行的帳號 你自己的 你就可以把錢轉進去了 但是你必須要就是受到這個跨行轉帳的 每日上限的規定 有的是2萬有的是5萬 你可能要看一下你自己的這個銀行的金融卡 它的規定是多少 通常都是2萬啊 那跨行轉帳或者是跨行提款 其實數字都不會太高 因為怕那個詐騙太猖獗了 所以這幾年其實他們都把這個跨行提款 或跨行轉帳的上限的限額給壓到非常低 所以你要把錢匯進去其實有點麻煩 就是只能2萬3萬2萬3萬這樣匯 或者是你要去做約定帳戶 你可能要跑一趟分行 就是實體分行 比如說我的新轉帳是第一銀行 我就要去第一銀行去零貴 跟他們講說我要約定帳戶 那我就把我的將來銀行的戶頭約定進去 那我就可以透過第一銀行的APP 把錢一口氣一筆大額的轉進去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突破這個3萬或是5萬的上限 那第二個方法 網路銀行轉入 或者是網路的這個APP轉入也可以 通常我們在申請傳統銀行的戶頭 他本身都會給你網路銀行的帳號跟密碼 那麼你在開通的時候有跟他申請非約定轉帳 那只要有開通非約定轉帳 你只要就是在網路上面輸入 你要轉入的帳號 你這個銀行的帳號 你就可以把錢轉出去 但如果你沒有開通非約定轉帳的部分 其實你是不能轉出的 那個金融卡也是一樣 所以這點的話你們也是可以多多參考 那像很多的銀行也有提供這個所謂的免手續費跨行提款轉帳次數 比如說將來銀行的潛在競爭對手 就Line Bank Line Bank它自己本身就有88次的跨行轉帳免手續費次數 這個要怎麼用呢 我們之前應該有介紹過 它的做法很簡單就是在Line Bank的APP打開之後呢 前提是你Line Bank要放錢 裡面有錢你就可以選擇一個轉帳的符號 然後轉帳出去呢 就選了這個符號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輸入你的銀行帳號 你就可以輸入將來銀行的帳號 那多少錢按下去 錢就出去了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也可以透過這個銀行的APP 然後來進行這個零元的轉帳 但如果你的是比如說傳統的銀行帳號 你是實體的 然後之前好幾年前可能工作的時候開的 但是你離開那個工作之後你還留那個戶頭 裡面有錢的 它可能就沒有新轉戶的優惠 那沒有新轉戶的優惠 你可能轉帳就要支付10到15元的手續費 你這個就要自己去抓一下這樣子 好那第三個方法就是很適合老年人 然後就是去零貴啦 很簡單嘛 你帶著錢或者帶著你的存責去銀行 跟他說我要匯款 然後他們會問你說你要幹嘛 匯到那個戶頭 那戶頭是誰的 都確定是你自己的之後呢 匯款單上面把資料寫一寫 他去處理一下錢就轉出去了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可能會被要求支付 因為跨行匯款大概是30塊左右的匯費 你可能就要就是要準備給這個銀行這樣子 第四個方法 第四個方法也是我這一次有去特別實際操作的 就是台灣配的APP匯款 這個蠻有趣的 因為台灣配它的背後是財經公司 那財經公司也是處理這個全國40幾家銀行 所謂的跨行的轉帳的這個公司 所以它其實是通路是本來就具備的 它其實在台灣配推出之後的這四五年 它一直都有提供這個免手續費的次數 怎麼操作呢 你台灣配裡面你可以綁定金融卡 也可以綁定信用卡 你綁定的金融卡事實上就是綁定你的銀行賬號 所以你這個金融卡的資訊呢 你可以拿做消費扣款 也可以拿來做轉帳 那現在的話呢 到年底之前 只要透過台灣配的APP把錢轉出去 都是零售續費的 所以其實是很方便的一個方式 不過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有合作的銀行真的很少 就只有八大公股行庫一定有 然後像什麼日盛 現在被台北富豪病了嘛 以後可能也沒有了 或者是像陽性之類的 就是這種比較小的銀行 或者是什麼信用合作社有合作 那你才能夠就是把錢從這裡面吸出來 然後轉過去 那如果你沒有像華南銀行啊 三箱銀啊 這個台灣器銀啊 台灣中小器銀嘛 這些都沒有這個戶頭的話呢 你是不能夠操作的 比如說你只有中國信托 你只有Line Bank 它沒有跟台灣配合作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去轉帳你知道嗎 那我自己本身這次是從華南把錢轉出去 就是透過台灣配然後轉到將來銀行 那錢就瞬間到帳 我個人覺得是還蠻方便的 那也提供大家參考 希望你們在接下來就是開完戶之後 要匯錢的這個動作不會卡住 因為你沒有這些純網銀帳戶 你沒有錢在裡面 你都是不能夠做刷卡的 也不能夠做任何的動作 也不能轉帳 不能夠做任何的所謂的儲蓄嘛 所以開完戶的第二個動作 就是要把錢匯進去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也是今天提供給大家參考的 那也跟大家提醒 就是最近是4月中旬 我們從3月底的時候 開始邀請大家上車 目前本團已經有大概650人上車 其實也是蠻快的 那個Line Bank本團上車 大概1800多人 也是還不錯 但是他還是走了一年才有這個成績 那希望這個將來銀行可以越來越好 摩炭的糾團獎金比較少 就只有一百而已 之前那個Line Bank比較多 Line Bank兩百 所以糾的比較有力 但是現在因為他也都變成只有一百了 所以差不多 所以要不要上車就是席聽尊便 不過我們這邊還是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接下來會做一個很有趣的活動 這叫做N倍券翻倍再翻倍的活動 這什麼意思呢 N倍券之前有介紹過他的玩法是說 你開戶之後他給你一個6.66%的N倍券 這個N倍券呢 你可以開一個口袋賬戶 然後放個2.55% 然後套用這個N倍券之後呢 你的這個2.55%走10天 就可以拿到46塊的利息 所以他的玩法是這個樣子 那我要把你的46塊的利息再翻一倍 變成多少 92塊錢 那到底要怎麼做呢 當然就是第一個你要先跟團 那第二個呢 來參加我的活動 就是你拿到了46塊的利息之後 截圖來參加我的活動 那麼中獎 我就再給你46塊的現金 這樣是不是就翻一倍了 那因為本團參加的人 現在就有五六百人了嘛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期待了 到底我會賺多少錢來回饋大家 這是我自己目前有想到的遊戲規則 很好去 但是只限定本團成員參加 所以如果你還沒上車的朋友呢 請你在開戶的時候 填上本團的指定代碼 AXKZE 只要有上車 有回報 都有機會讓你的利息翻一倍 但是如果你開完戶之後 都沒有放錢 都沒有存錢 那很不好意思 那你翻倍零元 翻一倍還是零元 所以呢 今天這集很重要 把錢轉進去 開始存錢 那接下來參加活動 你的利息 有可能翻一倍 6.66塊翻一倍變多少 13.32嘛 就蠻多的 好 希望你就是那個唯一的幸運了 或者是唯二唯三的幸運了 然後能夠把這個利息 活生生的現金帶回家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 訊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 donate 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 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午再見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